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pera ABC改名为青春三选一 现已在中国最大的视频网站QQ腾讯热播 青春三选一在QQ腾讯的频道在短短三天内就已经突破了300万总播放率 可以感觉得到这部网络肥皂剧在中国已经是相当火热了 我翻身了 每次考试都是他帮我作弊才没有拿零分 我的功课都是超他的 大马蛇精男Brian V最近在社交媒体迅速窜红 自从他在网络上大胆呛中国男子团体TF Voice Ho 行为也变本加厉 变得越来越大胆了 也由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大胆行径 校方向他发出停课令 让他表示无奈与不甘心 这校方真是干得好啊 亚洲女子天团SHE成员之一的Selina在上周五晚在其官方脸书专页上发布了她与丈夫阿忠张成忠已决定离婚的消息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华人娱乐圈 让许多网友与粉丝也纷纷开始扮演起侦探的角色 分析他们离婚的原因 可是重点是 这是人家的私事 关你们什么事呢 反正别人的事情都不关我们的事 只要大家做好自己的事 天下太平不就好了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鬼才唱作人Nemi华明志的新歌 大马鬼才唱作人华明志近日在他的官方脸书专页发布了最新单曲Cry Father 歌曲巧妙地将台语与英语融合 延续了他一贯搞怪创意的皇室情歌风格 Nemi找来了即性感与搞笑于一生的台湾网络红人 婉婉儿来当女主角 大家好 我是我老罗罗罗是我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有关于鲍鱼精的故事 我是鲍鱼精 赶快来鲍鱼精的怀抱吧 喝珍珠配奶茶 吃鲍鱼配鸡吧 我是 而男主角则是前阵子自杀身亡的混血男摩杰克 这也是杰克生前最后一次MV演出 在拍摄过程中 剧主对杰克敬严的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拍摄后的两个月 杰克便已离世 这也让首次合作成为了绝想 黄铭驰希望透过这支MV 让大家看到杰克原来也有搞怪的一面 我爱你 请你 鼓你 收你 买富陀你 Your teachers better 是什么意思 真是非常有趣的歌曲和MV 也希望杰克在天上过得很好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Red People最近发生了什么疯狂的事 我们居然把女神给毁了 3月7日也就是Joyce2四叶草的生日啦 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 他的歌曲《好想你》在三个月内突破一千万的点击率 这份深歌礼物真是来得刚刚好啊 而四叶草生日当天需要进行MV的拍摄活动 贴心的好友和工作人员们也为他准备了一份生日惊喜 让他在工作之余也能够感受到同事们的温暖 所以你会觉得这次的MV拍摄做法觉得很舒服 就一直穿着睡衣啊 还是 我看不到眼睛呀 Happy birthday to Joyce2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中文没有在的 不久咯 By the way to Joyce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为了向Joyce 致敬 我来模仿他唱一首《好想你》 我不懂的甜言蜜语 所以只说好想你 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 好想你 好想你 怎么弄不上去 我哪里有什么事 我也想要好想你 我不想要你 我不想要你 我不想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